一做手术我就完了 已经不能做手术了 是晚期吗 他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了 三个月 这下可好了 他病倒了倒是不要紧 这笔开支怎么办呢 什么开支 你以为这家医院是吃素的 这可是宰人的医院 这是租界医院 我杀了一个人的钱 还不够付他一顿药费呢 所以我只好把医生给他开的药 全退了 把药全退了 不退怎么办 难道让我去抢银行 你干吗不告诉我呢 反正医生也说了 他只有三个月的寿命 吃了也是白吃 只能减轻他的一点痛苦而已 你现在马上到医生那去 把所有的好药都给我开出来 钱我来付 真是不明白你这个人 一会儿要杀他 一会儿又要杀他 行了 别啰嗦了 快去吧 来 来 结员 结呃 结吧 请 谢谢 请 请 好 谢谢 来 很快 您来了 请 唐先生 你这次为大日本帝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代表日本人民 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来 干一杯吧 这也是我们日本人民的骄傲 干杯 是啊 您 好 好 请大家敬一敬 各位来宾 今天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们邀请了前找先生 为我们这次大会揭幕 大家欢迎 谢谢 中国的龙头 落到了我们的手中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 但是他们的龙头 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そうですか 有一天 龙头将在我们刺刀的押送下 送回北平 放回故宫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荣耀 军部曾经悬赏十万 中山找到龙头敌人 今天这笔奖金终于可以发放下去了 下面我们邀请著名的古玩商人 唐之如先生 龙头就是唐先生献给军部的 龙头就是唐先生献给军部的 嗯 唐先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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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先生 在送你回去的车上已经有五万现金了 一腾先生 给您支票 咱们都发财了 谢谢 谢谢一腾先生 回去吧 再见 好 慢走啊 一腾先生 一腾先生 你怎么迟到了 我到医院看了个朋友 听说龙头找到了 是啊 轰动平筋呢 高桥先生请吧 请 高桥先生来了 欢迎 可惜浅木庸没有看到今天 好 前掌先生 我想问一下 这龙头到底是谁送来的 一个中国人叫唐之汝 哦 唐之汝 嗯 嗯 我想看看这个龙头 可以 都坐 嗯 来 拿酒 是 为这个伟大的日子干杯 啊高桥先生 也来干一杯吧 前掌先生 嗯 这龙头是假的 什么 龙头是 他是验品 这 嗯 这不可能啊 我是摸过真龙头的人 虽然同样是龙头 可是摸上去 手中的质感不同啊 质感 高桥 空口无凭 说话要注意点 二位请 我在读书的时候 老师曾经对我说过 考古的快捷方式 唯有求真而自 高桥先生 鉴定龙头的经验 你不能和钱慕庸相比吗 可以说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复制龙头的 唯有钱慕庸一人 他一生呢 做了好几个龙头 这市面上流通的假龙头 全是他做的 那这个龙头也是吗 是啊 他曾经告诉我 假不能乱针 所以他在复制 每个龙头的时候 都留下了破绽 这 这不可能 记忆号队在哪里 你看这儿 在龙头的左上方 有两道浅浅的纹 嗯 嗯 这两道纹像个刀子 没错 古代以刀为钱 所以钱慕庸在这儿留下了他的信 走走目 把躺制龙头抓起来 严刑扣打 我相信他的背后 一定要主谋 高桥先生 我代表军部 谢谢你 阿靖啊 高桥你回来了 你怎么出院了 不是要做手术吗 我没什么事 只是有点贫血 现在没事了 我回来了 哎 我今天买了鱼 要做沙锅鱼头 保住你们俩吃了嘴巴歪歪 好啊 对 应该做鱼头 哎 我给你探探是 是 怎么 今天你也想露了两手啊 不用了 看我的 沙锅鱼头 你干嘛骗我 没有啊 你看 真的是鱼头 你说他脑子长了瘤子 只能活三个月了 是啊 那他为什么出院 这种病 他就是这样啊 一会儿昏倒 一会儿又是好好的 大夫说了 反正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让他出院 还省钱呢 可他自己说是贫血 是贫血啊 难道你让我跟他说 说他脑子长了瘤了 只能活三个月 很快就要死了 人家大夫说了 这种病一定要瞒着病人 不信你去问问大夫 记住 要对人家热情一点 亲人一点 哦 对了 阿靖吃不吃辣的 他吃不吃辣 我怎么知道 那你去问问他 要问你也去问 哎 记住啊 他只能活三个月 喜欢吗 这代表祝福 我为你祝福 的确很漂亮 你该为自己弄几支 也许你的病会好得快一点 我的病没什么 不过我看你这里 真是太缺颜色了 所以以后我有空呢 就多折一些 这样挂起来就好多了 你做的只好像真的一样 好像能飞 这是梅姨教我的 梅姨 小时候 梅姨手把手地交给我 那时候我好像很笨 怎么学都学不会 可是梅姨从来都不发我 他倒有柔情的一面 可是最后 他还是死在了我的枪下 高桥 你说我是不是很坏 我可没怎么说 这是你自己说的 钱蒙雍 他是我害的 我一直劝他去日本 他动心了 龙头就是在天涯海角 他都会去找的 龙头在日本 图纸也出现了 几十年的秘密 就要解开了 他一定会去的 这就是我的义父 这就是钱蒙雍 可是我忽略了夫人 我忘记了夫人的性子刚烈 我早该提防他 算了 生死有命 也许这是天意吧 你不怪我吗 你知道吗 在你把枪的那一瞬间 我真的很想死 我真的想死在你的枪下 也许那样 才是我的归宿 阿靖 什么都别说了 好好休息吧 高秋 现在只有靠你了 靠我 靠我什么呀 靠你解开龙头的秘密 不要再说了 我曾经跟你说过 不要跟我再提龙头 不是为了你 是为义父 我相信 义父的在天之灵 也会希望你这么做的 龙头在日本 我们去日本吧 你不想去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龙头运到这里 一起研究 解开龙头之谜 怎么 你打算住在我这 是张力告诉我说 你希望我留下来 张力 我真是没有想到 你这么宽宏大量 阿靖 你刚才说要做一道什么菜 炸天斧罗 我现在马上就去 你们稍等 你别碰我 你到底搞什么鬼 多好的贤内住啊 你不知道 阿靖要长期住在这 常住 不可能吧 他顶多只会住三个月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还要跟你商量吗 我以为直接把他拉过来就可以了 我知道 别跟我说这个 反正他不能住这 他从北平来 天津一个亲人也没有 你不让他住在这 难道让他露宿街头吗 他可以住旅馆 钱我来付 好 他是可以住旅馆 但是他一个人在房间里 万一要是发病了 那谁都不会知道 这一次是抢救的及时 大夫说了 要是再晚那么一小会儿的话 他就完了 可是你要知道 他及时住在这 我有没有时间天天陪他呀 好啊 我可以陪他呀 怎么 你也打算住在这 他需要别人照顾 我可以24小时不合眼陪着他 难道你也没地方住 你想啊 我一个职业杀手 根本就没有家 现在我又在外面逃命 在外面也不安全 这倒好啊 把我这儿当成旅馆了 三个月 我只住三个月 三个月一到 他要是死了的话 行行行行 别跟我说了 我让你们住还不行吗 不过我警告你啊 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是主人 我说了算 明白吗 你做什么主啊 你们在聊什么 高桥刚才说他要做主 把这间最大的房间 让你住了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住小的就可以了 喂 唐之如 来来来来来 来来相助 看上来 好相助 Lord 体操踵 精灵 上不下 wid 来 卦戒 好卦戒 看上 ставق 掘个挂把 张力 你终于出现了 大哥被军部的人给杀死了 这件事我知道 已经摆平了 军部不再追究了 二嫂 有生意吗 你不是怕死吗 还干 我缺钱 如果不是你失手 没杀了唐文婧 大哥怎么会死 当时的情况 二嫂 这次我保证不会失手 我看你真不是干这行的了 二嫂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说 你改行吧 二嫂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如果我杀不了目标 你就把我杀了 这个挂是华容道 关公心软 放了曹操一马 后来会知莫及 二嫂 你是关公 但我绝不是曹操 拿去吧 就是她 就是她 这回已在失手 我先杀了你 放心吧 保证干净利落 好 唐太太 小朋友 叔叔好 唐先生呢 好 进来 进来说 来 喝点茶 阿景 你带她去吃点东西 好吗 好 来 跟阿姨去 快 唐太太 唐太太 你先生被抓了 她被抓了 是为了龙头 是军部的人抓的吗 不是军部 是养和堂的人 养和堂 我们之辱 用全部家当 去换了一个龙头 想到天津片点钱 没想到 让伊藤先生给拾穿了 伊藤 他知道龙头是假的 可是伊藤 就让知辱 把龙头献给军部 说有十万奖金 是他让你们这么做的 倒是说好了 一个人分五万 你说你们骗什么人不好 干嘛骗军部的人呢 伊藤先生说 军部全是军人 不懂古玩 我们知辱又贪心 这种事情逃不掉的 军部要抓你先生 养和堂先把他抓起来 是怕他供出一藤 他们 会不会杀人灭口啊 也许没那么严重 高桥先生 养和堂的人 是您给介绍的 您能不能跟他们说一声 高胎贵手啊 求求您了 您再不帮这个忙 我们一家就活不下去了 别吵别吵 我们好好想想 娘 娘 你看 糖果 高桥 你知道吗 他呀就叫糖果 好 糖果 阿靖 你带着糖果好好玩吧 好 你去哪 养和堂 高桥 高桥先生 又发现我哪件古董是赝品呢 这养和堂的确是有不少真品 不过呢 缺了一件 你看看啊 这是有名的昌画十二十 可是呢 伊藤先生只有十一块 可谓美中不足啊 是吗 收集这十一个印章 可是花了我八年的光阴哪 第十二个印章却一直没有踪迹 你当然找不着了 因为这第十二个在钱穆庸哪 钱穆庸 也就是说在我这 高桥先生愿意忍痛格爱吗 古人说得好 君子有成人之美 先生要钱请开价 如果要谷完呢 我这里的古董随便挑 我既不要钱 也不要古董 我要人 人 谁呀 唐志如 高桥先生原来是有备而来啊 我想请伊藤先生高抬贵手 高桥先生 唐志如可是军部要的人 既然是军部要的人 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军部去呢 你什么意思 你总不能把他留在这儿 然后在这儿杀人灭口吧 高桥先生真会开玩笑啊 我可提醒你 你实章换人 你可是做亏本生意 关于这点我的确知道 不过龙头的事情 我的确有责任 所以我不能袖手旁观 我现在决定一方十章 作为你们和解的桥梁 你看怎么样啊 这 我接到人以后呢 我会立马 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然后让他们去杭州 我想从此以后 不会再有任何人见到他们了 你 难道信不够我吗 高桥写三个字我信得够 成交 妈妈 你看着他 来 快点啊 就这儿吧 好 就是这儿了 大概离火车开车时间还有几个小时 你们在这儿等吧 高桥先生 谢谢 谢谢你 不用谢我 其实击穿龙头是赝品的 就是我 是你 你们今天造成这个结局 其实全是因为我 真是对不起 不 是我自己买了赝品 不怪你 都怪我太贪心了 我怎么能怪你呢 我这儿呢 有一幅朱容的画 还值两个钱 送给你做个纪念 高桥先生 这不成啊 我怎么能收你的东西呢 收下吧 我只想告诉你 到时间了吧 日本人中间 不全是坏人 再见啊 糖果 听话啊 你们保重 你也保重 保重 再见 叔叔 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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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送给你了 这个纸盒送给我 好好听话啊 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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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我的招牌菜 上桌了 你每天都做这道菜 我们都吃了几顿了 现在看着都饱了 这次可不一样 这次啊 这个鱼头啊 要是不好吃的话 你们把我的头吃了 那还不如吃鱼头呢 我去接电话 好 喂 我是啊 什么时候 在哪儿 火车站 啊 好 好 阿静啊 我不吃了 不吃了 这刚做好怎么就不吃了 突然有点急事 我得先出去一趟 嗯 这鱼头可真香啊 高桥 你也要出去吗 我突然想起来 我约了一个朋友 正好要跟他见面 我先出去了 真扫心 哎 高桥呢 他说他约了个朋友先出去了 啊 那我也先走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嫌我的鱼头不好吃啊 阿静还在里面呢 先去吃鱼头吧 我走了 你去干嘛 去见一个朋友 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吃鱼头 我必须得去 让利 放了他吧 你杀别人我不管 但你不能杀唐志如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他是你的朋友 他是一个可怜的人 给我一点面子 放他一把 你想想 你只要晚去半个小时 火车就开了 你就说没找着人吗 要是平常 不可能 我就答应你了 但是这次不一样 为什么 上次没有杀阿静 我已经犯了天条 如果这次再失手的话 我就死定了 你可以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 你说得容易 做杀手这一行 要是退出来 除非是死 张力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去火车站 你要是想救唐志如的话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先杀我 那就是先杀我 好 老板 我们来往盆顿 好嘞 你先坐着啊 知道了 快点啊 好嘞 先生 先生 我想问一下 去杭州的火车开走了吗 开走了 太好了 这么巧啊 你也来送人 火车呢 火车开了 已经开了 没错开了 是不是上头弄错时间了 你想想 你接完电话 不就赶过来了吗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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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大了 是不是你找的人 已经走了 你应该比我清楚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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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这孩子你认识吗 这孩子我怎么认识 搞笑叔叔 这孩子你跑到哪儿去了 唐果儿 唐果儿 叔叔 来 东乔先生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不是你叫我们留下来的吗 是啊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留下的 刚才站上有人通知我们 让我们别走啊 谁通知你们的 就是他 高桥先生 您我有什么事呢 尽管吩咐 我唐某人一定下楼 等一下灯一灭 你们立刻就往外跑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审美别说 审美别问 跑得越远越好 记住 这是我的名片 明天早上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记住了 记住了 那孩子呢 唐果儿我带着 别走 等一下我手一二三 你们就跑 哎唐果儿 快跑 快跑 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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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過去了 唉 坦果 告訴叔叔 剛才怕嗎 你是大俠吧 什麼大俠啊 我還大俠呢 我整個一個大俠 你開槍的樣子 特別威風 是真的嗎 那你剛才真的不怕嗎 我 我 我有一點怕 那也不錯 要是叔叔小的時候啊 聽見鞭炮聲都怕呀 鞭炮我可不怕 我敢放 這麼大 這麼粗呢 有這麼大 這麼粗的嗎 有這麼大 這麼粗 叔叔到時候給你買鞭炮 好不好 好 真放啊 沒事了 咱們走吧 這裡出了什麼事 好像有黑道在這兒火病 開了好幾槍呢 有沒有什麼人傷亡啊 沒什麼人傷亡 也沒發現什麼血跡 放這放這 湯果 嗯 你爹媽逃走了 看還有什麼東西 這邊 看什麼呢 你不是怕有壞人嗎 我看看 你也知道這個 嗨 聽說書的說的 唉 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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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什麼呀 嗨 一個人也沒有 平安無事 謝了 嗨 哥們 我們是哥們 這兒目標太大 快進去 遵命 我們進去 湯果 湯果 你又回來了 姐姐 你叫我爹香鳥 我叫你爹大船好不好 好 我最喜歡大船了 來坐著 阿姬啊 今天有我電話嗎 沒有啊 張莉去哪兒了 不在 出什麼事兒了嗎 沒事 那你怎麼情緒不好呢 沒事 他怎麼會不在呢 你找什麼 我找龍頭的圖紙 那個古卷嗎 我真的交給錢穆庸了 你沒有找到啊 也許他們藏在哪兒了 可就是找不著啊 我幫你找吧 姐姐 大船 不用了 也陪湯果玩吧 那好吧 都在啊 挺熱鬧 湯果我們進裡面玩好不好 我想在這爹大船 你看兩個叔叔有話要談 我們不要影響他們行嗎 好了 湯果進去玩啊 走 走吧 你們哥們慢慢談 走 唐之如呢 跑了 你還想騙我 真的 等一關他們跑得比兔子還快 一轉眼就不見了 我二嫂還沒來得及開槍呢 他們就溜了 可你開槍了 是 我是開了 但是我是朝天開的 我沒有殺他們 我如果想殺他們的話 他們誰也跑不了 他們真的跑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 他們朝西邊跑了 你二嫂沒怪你嗎 沒有 我二嫂看到你了 知道是你破壞了我們的計劃 不是因為我 所以我又逃過了一劫 張力 別敢殺手這行了 這不可能 我準備呢 在租界開個古玩店 你也來入伙咱們一起幹 開古玩店 對呀 你不是對西洋話挺熟嗎 這樣的話咱們中西河壁 本錢拿我來出 如果虧了是我的 賺了咱們一人一半 這麼好啊 不過殺手是條不歸路 就因為是條不歸的路 我才要你懸崖勒馬 你不為我早晚也要為阿靖想想 阿靖 我知道你喜歡阿靖 可是你作為一個殺手 能給他帶來什麼呢 一個女人要的是什麼呢 是穩定 是家庭 可你呢 一天到晚提著腦袋過日子 萬一你有個三長兩短 他怎麼辦 我跟你說真的你笑什麼呀 明明是你喜歡阿靖 你卻偏要拿我當替死鬼 開玩笑 我怎麼會喜歡他呢 你還不承認 喜歡就是喜歡嗎 可你忘了 那天我差點打死他 可是你並沒有殺他 那是因為當時他暈倒了 我怎麼會對一個 暈倒的人開槍呢 那他出院之後 你還把他收留了 那是因為你倒的鬼 好 殺父之仇 不共戴天 現在他已經好了 那你殺了他為你的義父報仇啊 可是你告訴我 他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了 我怎麼能對一個 將死之人下手呢 你給自己找了很多借口 其實只說明一件事 你還是喜歡他 在我心裡 只喜歡一個人 就是嬰兒 嬰兒 沒有一個人能代替他的位置 阿靖你也比不上嗎 阿靖永遠比不上嬰兒 在我心裡 沒有一個人可以代替他的位置 行嗎 阿靖 高橋他正在誇你呢 你要去哪兒 出去走走 還不趕緊去啊 我去幹嗎 幹什麼 你傷了人家的心 他不趕緊給人家道歉啊 幹嗎也給他道歉 你忘了他還有三個月的生命了 你就不能讓人家好好的走完這段生命路嗎 反而讓人家傷心 我也不是故意的 都說我們殺手無情 你比殺手還無情 我去還不行嗎 阿靖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用道歉你沒有錯 我剛才那句話不是那意思我是想 我知道你心裡只有嬰兒一個人 我永遠也比不上他 我認了 阿靖我想你是誤會了 我是說 我只想讓你告訴我 嬰兒是怎麼做的 什麼怎麼做的 她是怎麼做的 我也可以做得到 嬰兒已經死了 雖然沒有人可以代替她 但是至少 我可以分擔一點兒痛苦 可是嬰兒便沒有死 沒死為什麼不來找你 她一定知道你在等她 為什麼不來 高強 我不是為我難過 我是為你 你有沒有想過 沒有嬰兒的日子 你怎麼過 你沒想過 嚇到嗎 你有無聲嗎